万年澳刺激国际观光客来台 交通部编列了53亿元的预算 拟定了各项方案 包括了来台自由行的旅客 有机会获得5000元的消费金 总计发放50万份 另外针对旅行业者 每团达到指定人数 可以补助1到2万元 但目前两岸的观光还没有开放 交通部长王霍才表示 今年600万观光人次的目标不变 没有陆客 不过会从其他国家来争取 例如今年600万人次的观光客目标 交通部编列53亿元预算 要刺激国外旅客来台 来台自由行旅客 有机会获得5000元消费金 可选择电子票券或是住宿折抵 搭配波段行销活动 发放50万份 包括时速有够行 可以搭机捷 还有捷运 还有这个高铁 还有到超商也有超市 或是行的部分也有加油的 那么以及购物的 那也可以做住宿的使用 那我们这边呢 也预计会推出比较长天数的 那针对这个补助 可以让这个回馈再增值的住房专案 吸引更多的海外旅客 另外针对团体旅游 交通部也针对送客来台的旅行社业者 组团8人或以上 每团奖住1万元 15人或以上最高补助2万元 总计奖住9万团 其实我们现在要的不是补助 我们现在要的是我们赶快开放 个人还是会建议赶快让大陆这个旅客进来会比较好 我们还是以600万为目标 路客方面没有那么多的话 我们就从其他国家来争取 加速扩大吸引观光客 但国内旅宿人力缺口还没补足 为了稳定服务量能 交通部也提出 若北部地区旅宿业者增聘防务清洁人员 给予月薪3万3 其他地区月薪3万1 借满部的降薪将会奖励雇主 每人每月5000元的奖住金总计奖励1.6万人 看好日韩新能向港澳欧美四大主力市场 交通部给海外旅客增加诱因 期盼振兴国内旅游市场 这里属于林宇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